一对10岁还有9岁的兄妹也接连染疫 另外还有东兴国小妇幼的家长 以及孩童同样是验出阳性 这波传播链更烧到了东市国小 以及新家家幼儿园 整个台中东市累计有9人确诊 此外台中一名20多岁的亚洲大学学生 送餐给从国外回来居家检疫的女友 因此染疫 这期间双方就隔着纱窗在交谈 但是女友没戴口罩会开拔至少20万元 民众帮居检亲友送三餐 没想到居然有人送餐点送到自己染疫 台中一名20多岁的亚洲大学男学生 帮从国外回来居家检疫中的女性友人 送餐三次 双方隔着纱窗交谈 结果两人接连确诊 可能他有陪着这个女性友人 看着他吃饭 是女友吗 可能是 温生局调查发现 这名大学生没有接种疫苗 4月5日女友入境后 她开始送餐 前后三次 4月8日这名大学生曾到学校上课 才上10分钟就接到女友来电 说她快筛验出阳性 牙大声赶紧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两天后也出现症状 同样验出阳性 为爱送餐结果染疫 民政局更喊出要开罚 居家检疫者 你有法律上的义务 你要拒绝人家来 开罚新台币20万元以上 居检者不但没拒绝探访 还没戴口罩 恐怕吃上至少20万元罚单 而台中疫情又出现了新的传播链 东市东兴国小富佑 一名6岁女童 10日确诊 感染源不明 短短一天 东兴国小又爆出一对 10岁及9岁的兄妹确诊 富佑也新增有家长和孩童染疫 另外东市国小及当地的 新家家幼儿园 都有人遭感染 整个台中东市区累计9人确诊 卫生局赶紧在东市 设立两处筛检站 活动全喊咖 台中婚宴传播链才刚止住 如今山城疫情烧起来 令人担忧 记者黄祥父王 是韩台中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杨宏